那个,我就随便问问,多谢帮我吱声,天色已稳,我便不打扰了。 赵钱不敢将自己能偷听别人心声的事告诉宋锦与萧衍之,丢下话就讨衍似的离开了。 并非他不相信宋锦与萧衍之,而是他觉得偷听别人心声这事说出去实在有点下作,上不了台面,不是君子所为。 不过来秦宅这一趟,他自认为自己弄明白了一件事,至少宋锦的解毒汤没有问题,而是他摔了脑子,脑子有问题了。 当赵钱匆匆赶来秦宅,又匆匆离开,宋锦与萧衍之是彻底蒙圈了,夫妻二人迅速回房,进了空间,然后大眼瞪小眼,一头雾水。 赵钱一看就心里有鬼,肯定是喝了灵泉,发生了什么变化。 除了像你拥有空间,还能拥有什么,为何我喝了没有变化? 金手指这个,其实与运气有关。 媳妇,你也是说我运气不好? 为何同样喝灵泉? 他先喝的,没有开启金手指,赵钱后面喝的却开启了,老天爷也太偏心了。 像过你是西运之子,沈玉都有锦里体质,你以后一定也会有金手指,指不定你的金手指比任何人的都强大。 小眼之无语,媳妇这睁眼说瞎话的表情,一看就是骗人的,媳妇真的连撒谎都不会。 罢了,没有便没有,我有媳妇,胜过一切金手指。 在他心里,什么都没有媳妇重要。 想起惊喜,小眼之一扫之前的郁闷心情,拥住宋锦,邪笑。 哎,媳妇,你说的惊喜呢? 为夫没有开启金手指这么难受,是不是该告诉为夫,让为夫开心开心啊? 香滚不是已经猜到了吗?还明知故问。 一向准时的小日子推迟八天,今早他起床时给自己诊脉,确实探到了滑脉。 他百分百肯定自己怀了身孕,有了小眼之的孩子。 媳妇,我要你亲口说出来,你真的有了,我要当爹了。 是啦,你要当爹了,高兴吗? 高兴啊! 小眼之终于乐风了,放肆地嚎叫了一声,随后如愿。 将宋锦举高高,连转两圈。 哈哈哈哈,媳妇,我当爹了呀,谢谢媳妇,我爱你媳妇,哈哈哈哈。 宋锦任小眼之发泄喜悦,这男人一年前就想他生崽子了,如今得偿所愿,肯定乐风了。 其实,他也能理解小眼之的心理,因为有了二人的孩子,可以见证二人的感情。 媳妇,我们要将这消息告诉爹,告诉四小只,告诉岳父岳母,告诉大哥大嫂,告诉所有人,必须让他们也乐一乐。 宋锦闻言哭笑不得。 现在外面是睡觉时间,你要吵醒所有人,不让人睡觉吗? 明早出去了再说,你要疯,就在这里尽情疯,我不像你。 这,好吧。 不过最后,结果是宋锦被折腾得快疯了,空间里整整一天一夜。 小眼之一直问他孕妻知识,注意事项,之后就开始各种问。 饿不饿,渴不渴,渴不渴,累不累,蔚蓝首府摇身一变,成了念经唐僧,就连他走路都要扶着,简直将他宠成了残废。 连喝水一不小心呛着,小眼之比他这个孕妇还要紧张。 宋锦实在快受不了了,但是想到别人怀孕,希望丈夫关爱都求而不得。 他有个相公如此宠他爱他,就知足惜福吧。 爹,我媳妇有喜了,我要当爹了,爹要当爷爷了。 什么? 秦军还没有完全睡醒,以为听错,但小眼之没说第二遍,看见院子里浑浑噩噩,站着发呆的宋锦云。 小姨子,你二姐怀孕了,你又喜当仪了。 宋锦云无语了? 他还没反应过来,小眼之又跑去吵醒四小家伙。 宋锦看着小眼之恨不得将他怀孕的事宣告全天下,忍不住服额,感觉自己老脸都丢尽了。 因为小眼之,整个秦宅所有人都得知宋锦怀了身孕。 宋锦也因此过上了衣来伸手,饭来张口,太后般的日子。 秦军知道自己要做爷爷了,乐疯了,豪横就施令道。 因为秦军的一句吩咐,不多时,各种稀有水果,特产,海鲜,点心,送到宋锦跟前。 原本不满意自己二姐嫁人的宋锦云,也紧张围着宋锦转,担心这个,深怕那个。 二姐,你不会也像大姐怀多胎吧? 二姐,当时你也生不出来可怎么办? 老宋家的信虽还没有收到,目前宋锦云也不能确定宋锦是不是自己亲二姐。 死胞胎也没能百分百确定是大姐宋锦学生的,但宋锦云就是有种直觉,宋锦就是她的二姐。 她害怕自己二姐为了给男人生孩子,又像大姐一样把命丢了。 呸,你这张嘴真的不会说话,有你这样诅咒自己姐的? 宋锦真的不喜欢自己这个平白多出来的妹妹,但是没有办法,要是有血缘关系,她不认也得认。 我不是诅咒二姐,我只是害怕。 行了行了,你从今天开始求神问福,判点我好吧。 对对,我求观音菩萨保佑二姐。 说完,匆匆转身,当真进屋求神拜佛去了。 宋锦看见宋锦云不似说笑,有点惊讶,没想到这个要暗杀赵钱的傻妹妹,其实骨子里是善良的。 你要说,我们应该准备什么礼物迎接弟弟妹妹好呢? 他们都计划好了,等弟弟妹妹出生,一人送一个礼物。 只要有心意,不管你们准备什么,弟弟妹妹都会喜欢。 宋锦一个个孩子轮流摸头,没有因为怀了轻生骨肉,对四小家伙的宠爱就少一分,同样视为己出。 两日无话,四月十二,消炎之凤旨前往中州,东边的日子到了,天外刚露出鱼肚白。 三只信鹰飞了一圈南方,总算暗期归来,扑术扑术先后飞落在秦宅的院子里。 宋锦与萧眼之也因此收到老宋家、萧大郎夫妇、村长与三叔公的回信。 让夫妻二人意外的,老宋家的回信居然写了五页纸。 二人还没有看信上内容,第一直觉老宋家这信有古怪。 果不其然,老宋家仿佛神机妙算,早就知道宋锦会遇到宋千云一般,线上写的正是身世揭秘。